危机时刻 孩子命选一线 他们仅凭双手 能否力挽狂澜 一个个惊心动魄的瞬间 一场场挑战极限的救援 他们能否转危为安 静静说谈传奇故事 极限营救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主播金飞 好豆奶要破壁 本节目由银路植物 爱豆破壁豆奶特约播出 听过一个故事 说有位小学生心血来潮 决定每天都写篇日记 记录自个儿的生活 可是他很快就发现 每天的生活似乎都差不多 没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 于是他就开始编造一些有趣的故事 来填充他的日记 在我们今天这个事情里 湖南长沙某学校的一位老师 也发现了这样一篇 乍看过去有编造嫌疑的日记 准确的来讲 这是一篇周记 里边的大概内容 是记录了一个叫成天奇的小朋友 暑假期间发生了一件 惊心动魄的事情 我们可以来听听他自个儿是怎么讲的 回顾这周我遇到了一件惊心动魄的事情 这周一下午我和我爸爸从沙士船回来 我的滴流感感觉到了不对 我抬头一看 天哪 一个小孩在四楼挂着 周记到这儿嘛 还算正常 接下来的描述呢 就让老师感觉到有些不可思议了 里边继续写道 爸爸健壮 马上就冲到正下方守好 并叫我去安保室叫人 我马上冲了出去 但跑到一半 就听到有人喊 掉下来了 结果看到小孩真掉下来了 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我爸爸用自己的双手 接住了从四楼掉下来的小孩 他真是个大英雄 我爸是一个大英雄 一个最厉害的大英雄 一个小孩从四楼掉下来了 被他父亲用双手给接住了 且不论这事发生的概率有多稀罕 一个孩子从四楼掉下来的冲击力 该有多大 这个父亲仅凭双手能接得住 而且事后看过去还没多大事 这是真的吗 正当老师有些疑惑的时候 他们在这片周记的躲上角 又看到孩子清清楚楚地 留下了几个大字 此文章是真的 好像已经料到了老师不会相信死的 经过详细了解之后 老师们这才搞清楚 在这片周记的背后啊 竟然真的是藏着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 而且整个过程都被小区的摄像头给拍下来了 2023年7月10号下午 家住长沙某小区的居民陈光辉 带着儿子外出游玩回家 快到自家楼栋的时候 11岁的儿子陈天奇突然叫住了他 说爸爸你快看 那上面好像有个小孩 他就告诉我说 那个楼上有个人 我就说在哪里 他就指给我看 我就顺着他手指的方向 我就看到这个小孩 顺着儿子指的这个方向一抬头 陈光辉给吓出了一身冷汗 只见一名两三岁的小男孩 竟然真的站在楼上 一户人家窗户外的边缘上 随时都有可能会掉下来的样子 然而这个孩子看过去嘛 非但不害怕 还单手扒着窗檐 另一只手向向他们招手 好像是在说你们赶紧过来 哎呦怎么过去啊 这陈光辉真的是巴不得变成超人 飞上去把这凶孩子给捞下了 可是他并没有超能力啊 情况紧急 陈光辉一时也想不到好的办法 便迅速地跑到楼下 站在尽量靠近小男孩的正下方 张开双臂 想着万一孩子掉下来了 自个儿也许能接住 于此同时 他让儿子赶紧上楼去通知孩子的家长 我当时想 首先肯定是能不能 就是通知家里的人 把他从里面包进去 另外的话 他如果万一掉下来 我就过去给他接住 陈天琪看到这情况也有点发懵 在父亲的提醒下 他这才反应过来 赶紧就向楼内冲去了 他要我去小男孩家 去找他们家的大人 我数完个楼层 就马上去电梯那里按电梯 陈天琪这个时候才数清楚 那是四楼 离地面大概有十米 掉下来 那可真是开玩笑的 可怕什么 偏偏就来什么 陈天琪刚进楼 城奖辉刚站定没多久 意外突然发生了 不知道是不是体力不支 四楼窗台外的那个男孩啊 蹲下来了 这一蹲可不好 他的身体顿时失去了平衡 就听到有人在 小孩掉下来了 陈光辉也看到了这一幕 站在底下的他 心都揪到了嗓子眼 也就是在电光石火之间 他发现那个孩子 先是倒到了 二楼的屋檐上 只听到喷的一声 然后呢 又看到他滚落下来 陈光辉回忆 那个时候 我脑子里只有 我脑子也有多久 要死去 我脑子也有多久 再把日子也有多久 我脑子一样 我脑子也有多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希望有更多的同学发扬我们雷锋精神去帮助他人 遇到危险挺身而出 这的确是值得发扬的雷锋精神 很快 陈光辉也因为这件事受到了表彰 成为了儿子眼中真正的英雄 去委政法委组织相关职能部门进行评审后 确认了成光辉建议用为行为 并对他颁发了证书和奖金 我爸是个大英雄 一个最厉害的大英雄 成光辉每次谈起儿子在周记里的这句话 眼睛里都充满了自豪 来自儿子的认可 也成为了这个父亲肩上最闪耀的勋章 在我们今天这个事情里头 同样即将为人父的重庆小伙费关霜 以后呢也一定会成为自个儿孩子眼中的英雄 他为了救个小女孩 像超人一般徒手爬到了七层楼的窗外 这就是怎么回事呢 画面中的这个人呢就是费关霜 因为妻子遇产期临近了 加上妻子是稀有的这个熊猫血 费关霜呢担忧他可能在生产中遇到危险 于是呢特意辞掉了工作 带着他来了重庆富有保健院附近租房 等待生产的同时 希望尽可能的确保安全 2023年10月16号这天下午4点多 住在七楼的费关霜呢正在屋里头休息 突然听到窗外传来了一阵阵呼救声 他赶忙跑到窗户前 只见楼下站了不少人 焦急地望着自己所在的楼层 同时呢头顶上传来了孩子的哭声 他探出窗外一看 发现有个小女孩啊 悬挂在隔壁八楼的阳材护栏上 小女孩的头呢卡在护栏里 身体全在半空 随时都有坠落的可能 身子啊基本上就是全部已经悬空 悬空了然后头卡在那个栏杆下面那个风里面 感觉就很危险 真是看着都让人揪心 费关霜赶忙跑到楼上 小头屋内救出孩子 但是呢女孩家的这个房门紧锁 紧接着她又跑到女孩家的楼下 但是当天呢恰封周一 楼下的住户也没人 没有别的办法 她只好又匆匆返回到自己家中 就跟她过去 因为她发现旁边的七楼啊 放置了一台空调外机 如果能站在空调外机上 以她的身高呢 或许可以把她拖住 避免她的坠落 但是很快她就发现啊 想爬过去并不容易 我们这边的窗子啊 它是纯粹的玻璃窗 外面没有栏杆 然后就只有一个窗席 大概就十公分左右吧 然后必须用手 逮住那个玻璃窗的两边 然后用脚跪着一点点的往那边挪 还是有一点危险的 而这个时候 飞观双的妻子也和她在一块 对于丈夫做出的决定呢 妻子很是担心 毕竟这是七楼啊 丈夫也没有安全绳 万一失去平衡 别说救人了 自个儿都小命难保 没有时间多解释 飞观双迅速从自家阳台上翻出去了 她发现自己的这个脚没有地方踩 只能用双手抓住窗户玻璃框的边缘 双膝跪在窗檐上 往旁边挪动 好 用力脱举孩子的双腿 避免她因为头部被抢而窒息 但即使是这样 飞观双的体力也有限 一边还得保持着自己的身体平衡 防止掉下去 一分钟 两分钟 飞观双的双手和手臂 因为紧张用力 开始变得酸痛麻木 她始终咬着牙 拖举着 楼下的市民纷纷为了呐喊加油 飞老师举那个小胃孩 大概举了十几分钟 因为手一直这样举着 你就很怕她支撑不了 有人在报警打电话 还有的就是往楼上走 还有其他的热心市民 就是来敲破我的门 然后跟我一起来看了情况的 就在飞观双快要坚持不住的时候 她终于迎来了帮手 当地警察和消防队接到报警 然后赶到了现场 就在女孩的十一天之后 飞观双的宝宝出生了 加入了这个姓何的小家庭 以初为人妇的身份 再次回忆这一段往事 飞观双心里头 有了不一样的感受 挺开心的 毕竟救了一个小孩 有一点点自豪感的 主要还是为 是当爸爸的人 能体会这种心情 而很快 她也因为英勇救人的事迹 被认定为见义勇为 在危急时刻 挺身而出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但正是因为有飞观双 这样勇敢善良的人存在 我们这个社会 才会更加的充满爱和温暖 他们用自己的行动 诠释了人性的美好 让我们看到了 生命的真实与感悟 2023年12月5号 中海市红旗镇某小区里头 又出现了类似的一幕 有一名女童脖子 卡在防盗网之间 她双手抓住防盗网 双脚悬空 不停地挣扎着 哭海声撕心裂肺 而楼下聚集了 数名热心的接法 他们拿着做广告的 灯箱的这个塗料布 对准女人的这个位置铺开 预防的摔下了受伤 除了被动防御 大家呢似乎是毫无办法 就在危急时刻 路过此地的赵天马 看到了这个场景 他火速上前 指着帮忙 赵天马呢 是一名电焊工 有高峰作业的经验 他准备爬上四楼 进行营救 这个时候 有位街坊大哥 伸出了援手 让赵天马踩着 他的肩膀上去 赵天马成功的 爬上了一楼的 这个招牌之后 又借助窗户上的防盗网 迅速爬到了 小女孩的身边 在大约十米高的 这个楼层外 用手托举的 女同的身体 紧接着 其他的热心街坊 也冲进室内 配合着赵天马的托举 伸手把孩子 拉了回去 成功救下了 被困女同 值得一提的是 从街坊发现女同 到众人 合力铺开 广告部救援 再到赵天马 徒手爬上四楼托举 全程 不过四分钟的时间 正是大家的全力以赴 挽救了孩子的生命 建议勇为者 值得表彰 但是在这儿呢 也提醒每个家长 儿童的安全问题 同样不能忽视 请静好监护职责 比如一部第一个 那个故事里的小男孩 他叫果果 就是因为贪玩 翻过了窗户上的栏杆 所以请每个家长 务必排除各种安全隐患 切勿让不懂事的孩子 脱离自己的视线 在我们刚才讲的 三个事情里头 陈光辉的街 费官双和赵天马的举 都很考验 胆色和体力 但是建议勇为呢 显然不是年轻人的专利 我们接下来要讲的勇士啊 是两位年近七旬的老人 虽是古兮之年的人了 但是他们面对有人遭遇危险 依然是不顾自身安危 挺身而出 而当时的那一幕幕啊 也着实看得人是 惊心动作 画面上的这一幕 发生在2023年10月8号 在福建泉州 实施市的一家饮食店里头 有名男子呢 手持一块砖头 挟持了一名小女孩 而在旁边有一位老人呢 正在和这名男子对峙的 更让人紧张的是 这名男子接下来的一个举动 他竟然打开了一旁的煤气罐 那他对面的这个老人 最终能化解 对方无危机吗 好豆奶要破壁 本节目由银路之后 爱豆破壁豆奶特约播出 刚才我们说到在福建全州 实施市的一家餐饮店前 一名男子手持一块砖头 挟持了一名小女孩 随后还打开了一旁的煤气罐 这经济是怎么回事呢 时间还得回到几分钟之前 从一位叫蔡国荣的亲薰老汉说起 蔡国荣口里的他呀就是随后挟持了小女孩的那名男子 看见有人行凶 住在六楼的蔡国荣 来不及换掉睡衣 就迅速冲到一楼 当时他看见那名男子 一手拿着砖头 一手紧紧的勒住了小女孩的脖子 还时不时的冲着人群大喊大叫 蔡国荣一边劝说 一边向这名男子靠近 然而这名男子在察觉到蔡国荣正在向自个靠近之后 突然放下了手中的砖头 做出了一个更为出格的举动 那就去开这个煤气了 煤气罐旁边就是正在明火蒸煮食物的火炉 一旦煤气泄露的话 碰到火星的那后果不堪设想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蔡国荣来不及多想 快步冲了上去 那个时候我就急了 就没有欠他了 就打进去抓住他的手把换关机 这名行凶男子很快就被蔡国荣制服了 这个时候警察也赶到了现场 随后这名男子呢 因为涉嫌寻衅滋事罪 被当地警方刑事拘留了 在蔡国荣的及时帮助之下 被携失的女孩身体并不大碍 事后呢 她也写了一封信 对老蔡表示了感谢 事情发生以后 我们及时派我们所的警察到现场去核实 及时将这个情况 上报我们时事事建议永维协会 隔天的话 时事建议永维协会的话 就给予认定 老蔡虽然是骨气之人 但是她身体硬朗 身手敏捷 平时呢就要帮助人 事后呢 家人朋友对她的建议永维的壮举 并不感觉特别意外 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位呢 也是这样 辽宁府顺的老人张宝复 别看她年近七旬 但是常年健身 也擅长游泳 这天呢她正在河边钓鱼 听见哼哼一声 有辆吊车呀 从马路上窜出来 转开护栏 感觉就像从张宝复头顶上飞过去一样 直接坠入河里 来不及多想 张大爷快速脱掉了棉衣棉裤 快跑几步 这就跳进了四肢的河水中 奋力向轿车游去 当时正值11月冬季 河面上很多地方都结了冰 可是张大爷哪来不及考虑那么多呀 因为她看见驾驶位置上的 好像有名女子 正困在车里头出不来 别怕保持冷静 我来救你了 接近轿车的张大爷 一边不停地安慰了司机 一边设法打开驾驶位的车门 但由于水中巨大的压力 几次努力都无法打开 这个时候 看见车辆正在往水中缓缓地下沉 张大爷也急了 她让女子赶紧爬出来 别害怕 别害怕 可就在女子爬上车顶的时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开驾驶位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开驾驶 转发 打开驾驶 很快有人找来了一条绳子 大家一起将张大爷和落水女子拽上来 落水女子第一时间被一对小夫妻开车送到医院救治 事后经了解 她是因为开车捡东西 导致车辆失控 掉入了冰冷的河水中 这个时候张大爷浑身也被冻得赤红 大家赶紧给她送来了一件棉衣 抵在了身上 小鸭都给揪上来了 这钓鱼呢 在哪里呢 前面呢 中卫国际 那也厉害啊 我们建议勇为的评審委员会 对张宝复老人建议勇为的事迹进行了评估 评为我们顺城区建议勇为的先进个人 生子之间 幸有梁山不远 我们也为勇士们点赞 他们有勇有谋 面对险情 果断挺身而出 面对求助 主动伸出援手 这些温暖的瞬间 这些难忘的时刻 令人久久难以忘怀 不过在这儿呢 也要提醒大家 在遇到危机的时候啊 不仅可以建议勇为 也可以建议治为 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 采取科学合理的方式救援 这样的话 既能实现建议勇为的结果 又能最大程度的保护好自身的安全 好 斗奶要破壁 银路植物 爱豆 破壁斗奶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 如果在您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 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论论方式 告诉给我们 好 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 好 各位观众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